求求国产剧不要再搞这些死亡磨皮了好吗 小八就问一句 现在国产剧是已经容不下长周文的女主角了吗 今天咱就大胆开脉啊 跟大家聊聊国产剧这种病态的磨皮现象 就说最近热播的玫瑰之战 本来想看源泉和于飞鸿两大妻子女生雕戏 结果点进去立马被磨皮劝退 你不用过来啊 源泉一出场就是一张被高科技捏零的脸 脸上紧致的没有一丝皱纹 鼻梁都快磨没了 只有标志性的眼窝能确定这是源泉本人 于飞鸿这边也加入了磨皮好花操三 再配上中分贴头皮发型 好像蜡香管走出的假人 还有点壮脸情深缘起里半嫩的佳玲姐 在厚重的磨皮之下 根本看不到什么微表情 连演技都显得很僵硬 而且这部剧还只给主角看磨皮 镜头给到别人的脸 皱纹 毛孔 浮粉 卡纹都清晰可见 然后再给到源泉 我感觉自己突然近视了 这两人仿佛不在一个图层 影视剧在世界效果上做一些美化修饰 我是能理解的 关键啊 这磨皮程度已经非常影响官剧体验了好吗 每次想认真关注剧情 关注演技的时候 就会被主演们脸上的磨皮给整出戏 明明是一部大龄女性职场剧 还标榜着女性不要自我设限 如果不能接受中年女性的真实样貌 为什么还要拍一部中年女性主演的中年题材剧呢 一个35家近40岁的全职太太 为家庭操扰了10年 有几根皱纹 不正常吗 一个40家的职场女精英 半双都在为事业打拼 留下一些岁月的痕迹不合理吗 44岁的源泉和51岁的于飞红 一个曾说喜欢自己这张有阅历的脸 在什么样的年纪演什么样的角色 在什么样的年龄演什么样的角色 一个在发现脸上长皱纹时欣然接受 到38岁的时候才开始发现 开始有细文出来 我就说哦 哦他来了 终于来了 那咱们就和平共处吧 对了 明明他们在生活里早已跟年龄和皱纹开解 却在戏里陷入了那些社会强加给女性的焦虑 长皱纹了 不年轻了 没有说女感了 同样是女性立志成长剧 同样是律师 吴岳在加油妈妈里的状态看起来就真是多了 黑眼圈 眼带 皱纹都很明显 完全符合一个一边操持家庭 一边还要兼顾事业的女性形象 虽然呢也能看出后期老师浅磨了一下 但保留了纹理和质感 这才是真人应该有的样子 观众们想要看到这些中年女演员们身上那种沉溺下来的自信 成熟和岁月赋予的气质 结果在剧里面强行被年轻 试图掩盖年龄 追求年轻的少女模样 比如 关于唐医生的一切中的女主秦岚 剧里是个医术高明 独立成熟带领女医生 人设演技都没得说 唯独这个魔皮呀 显得秦岚脸部僵硬的像个假人 拜托呀 咱看的就是中年大女主搞事业好吗 把三四十岁女演员磨成二十出头 你没事吧 当然 刻意扮嫩的就是另一回事了 好比星辰大海里的刘涛 年过四十家了 还扎着双马尾扮少女 全靠磨皮掩盖皱纹来打造少女感 磨得轮框虚化 整张脸都在发光 感觉连眼泪都沾不上去 哈哈哈哈哈哈 添加尔马尔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且价格还不便宜 有这资金 还不如拿去在剧本 浮花道以及特效上下功夫 当然 偶像剧重用磨皮滤镜呢 上下还有点理由 毕竟主演们要美嘛 风格要梦幻嘛 关键是突出偶像剧就算了 现在都突出到都市剧 生活剧 家庭剧 这些期待上面来了 有时候啊 不是观众不能接受 女演员脸上的皱纹 而是内与整个大环境 还没有做到正确看待年龄的问题 最后 小巴真心希望 死亡磨皮 赶紧远离国产剧吧